是在老師的位置上能夠幫助更多的學生 成就他們的未來 我覺得他給我的未來有很大的啟發 不要讓人生留下遺憾 不然你30年後你會後悔 我可以有更多的勇氣去做更多我以前不能做的事情 我的夢想是當一個運動選手 我的夢想是可以當上神優 我的夢想是我希望可以當自我將 我想跟他講可以再長一點 我聽得非常開心 我的夢想是成為服裝設計師 我的夢想是當上醫生 然後可以到偏遠的地方為他們服務 夢想是環遊世界 當一個實況主 我夢想是當一個老闆 我相信你自己你比你想更要厲害多了 你的春藏 唱歌 我的夢想是成為服飾品牌 我的夢想是成為服飾品牌 的行銷經理 我的夢想是五國界一生 我想要帶那種希望給大家 我想要當一位 喜歡唱歌的公車司機 有人愁著匆忙 有人愛著甜美 誰會殺一場見得摸著心碎 我的夢想是 我想要這個世界 因為有了我有點一點點不一樣 近期的夢想的話 我想出國讀書 你我想成為平面設計師 我要當一個很好的製作人 然後為台灣做出很好的電視節目 我想當記者 我的夢想是成為下一個YouTuber頻道 訂閱100萬的人 我要進行MBA 包括公司的CEO 我的演講到此結束 謝謝各位